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 你现在年纪不小了 该成家了 圆了你老爸这个梦吧 一叔在我们家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应该对我们家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那当然了 那有些事 不过 我毕竟是你们家仆人呢 很多事情我不能随便乱说 有有有 贼 你最贼 黎叔 行了 好好看吧 看完了以后放回去啊 好嘞 谢谢黎叔 装那格吧 对啊 没错 放那儿啊 小方 别擦桌子了 哥 你怎么来了 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去给你做去 别别别 不用 我 对不起 我 小伙子 你来了 阿姨 你好 那个乔总怎么没来呀 他 他忙呢 我就是路过这儿 所以进来看呢 那 那你们聊着 我去忙了啊 好的好的 阿姨 勇哥 你坐 别别别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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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我把你的手 摊得那么严重 我 我给你买了一些药过来 这个比较适合你的伤口 这都是小伤 其实没这么麻烦 真别小伤 万一以后留个巴掌呢 女孩都多难看 我跟你涂上啊 别怕疼啊 那你玩什么东西 怎么样 不疼吧 我这 小伙子 来来来 你有什么 喝点饮料 谢谢阿姨 你辛苦啊 谢谢阿姨 我能知道你的目的何在吗 我想帮人那些拆迁户 真知道他们应该有的目的 哪怕说有那么一点一点的改变 我就很满足了 小伙子 你居然会做衣服啊 我学的是服装设计 但是会做衣服了 你以前学的是服装设计啊 那你给我做套衣服呗 行啊 我跟你开玩笑了啊 就是我们公司啊 现在正好有那个服装设计比赛 你不是会做衣服吗 要不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我也想去参加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有 你有什么顾忌 我妈她不会支持我的 我支持你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啊 她要有了梦想 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 我相信阿姨是一个名势里的人 我去帮你跟她说 她肯定会同意的 那我能行吗 当然呢 小方啊 在这儿贪着了 一会儿客人就来了 赶紧收拾收拾啊 快点 快点 好 那儿能行啊 盛安 你怎么在家呢 姐夫有事先走了 你去哪儿去 我 我问你 这丫头 老头回来吧 老公 来 哎呀 我说你这个妹妹啊 永远都是那么风风火火的 风风火火 那她表面上是这样 其实啊 她内心真小女人的 典型的 贤淑良母鲜 其实我觉得吧 每个女人内心都有 柔软 敏感 渴望被呵护的一面 可是现实生活中 往往又实现不了 所以久而久之呢 就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 这种反作用力 导致她们成为女汉子 杨明同志 你大老粗 整天跟一群爷们在一块儿 怎么对女人分析得这么仔细啊 看来是有情况啊 从事招来 我就说你这小心眼儿吧 又想外了 我是干什么的 我刑警 我每天要研究人的心理 犯罪心理学我有学 你又不是不知道 停 打住 你十句话八句话 离不开你的职业 你职业毛病啊太严重了 太可怕了 我聊聊这有什么不好 这是胎教你知道 我现在说着 咱们宝贝在这边听着 将来她一出生 她就能够 把人的心理分析得清清楚楚 哪就是福尔摩斯做棒 停 我可不希望我们将来的孩子 跟她爸爸一样当警察 整天不着家 我更不希望 我未来的媳妇 跟她婆婆一样惨 行行行 又戳我软肋是吧 行 我道歉 我错 我赔你们时间少了 我给你们安息 行了吧 老福利的尾巴终于录出来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看她这回还怎么装下去 对了 你最近 这是小安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反常 没有啊 哪反常 情感方面 情感方面 老公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啊 没有 我就这么随便一问 我老公可不是随便问问的人 知道什么就说出来 让我八卦八卦八卦 快点说 我发现了一个 一丝嫌疑人 是吗 那快点详细详细点说 那个男人是什么人啊 有钱人 还不是一般的有钱 应该是富二代那种 不可能吧 我们家小安不喜欢有钱人啊 她都觉得有钱人没内涵的 小安啊 就应该找一个像我这样 有文化内涵的人 要不怎么能够 没有代沟的交流啊 不过 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内涵 对吧 也是 她长什么样 帅不帅 要说长得吧 还真不错 数数的 挺帅气的 这份资料你打算怎么办 检察院 这件事情 不会和你家有关系吗 当然不会了 我爸还没做这样的事情 是他拿着我爸的钱 在外面胡作非非 他要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都不忘了 你不怕他狗急着跳墙 牵扯到你家 或者是你爸 要不再考虑一下 你怎么突然间变得苦苦 我妈妈的呢 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 我们第一次合作 都必须要做出一点 惊天地气鬼神的事情 对不对 你说呢 我是个记者 我当然希望所有的坏人 都可以得到成功 但是拉锋没有回头见 这是你带来的资料 不管怎么说 我都会尊重你的精力 不可能吧 小M不喜欢小白脸的 小白脸可不行 不可靠 那要做什么的 应该是游戏公司的高管吧 游戏公司 是不是玩心太大了 她每天玩游戏 怎么陪小安呢 等她们以后有了孩子 受她们的熏陶 天天在网吧里玩游戏 可就麻烦了 妈 你想得太扰了 这巴子还那一点啊 平啊 妈是过来的人 眼光就要放原谅 不能为一时耽误了 一辈子幸福 杨明 你快告诉我 那个达那今年多大了 她家里有什么人 她们家的人怎么样 她有什么不良嗜好 她是什么学历 不是 妈妈 你别着急 这样您坐会儿 我跟你慢慢说 来 我天哪 这是 妈 你这比人家公安局办案 还不难仔细 让我老公怎么回答的 你别跟我打岔啊 杨明 把你知道的 毫无保留的都告诉妈妈 这个人有三十岁左右 三十岁左右 还有呢 没了 没了 就这么点 你是怎么当的警察呀 你们当警察的审讯 这不都是很全乎的吗 哎 妈 人家那个男的又不是罪犯 不能让杨明像什么犯人一样的审大吧 是啊妈 我要是能审他 他那小男就不至于出现在海边了 海边 他们开始约会了 乔总 你怎么跟着我呢 你是不是在我身上 装什么新店了 还是你定位我 我是通过对您的生活习惯的分析 您平时去的地方 无非就是乔董家 红州集团 还有这家餐厅 那这个时间你肯定是在这儿啊 都跟你说了 乖一点 不要学丁俊 对吗 嗯 你怎么跟着我呢 还是你定位我 我是通过对您的生活习惯的分析 不非就是乔董家 红州集团 你宁可跟我说咱俩心有灵犀 我知道你在这儿我感应到了 这不通话子吗 你不介绍一下吗 安静 你认识我了 怎么回事呢 我给你介绍了 能不能矜持一点 坐下来聊吧 好 你瞧瞧 你瞧瞧 这么大的事他都不告诉我 停 拿手机 我打电话问问他 不要了 妈 小安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他不愿意说点事情 你还能逼问出来吗 也是 杨铭啊 你啊 就当面罗对面鼓 问小安 看他怎么说 妈 要不这样 你们拧点了 是 是吧 我 我有啥也没说 这这我 我没说啥 杨铭 妈 妈 妈 来了 我跟你说 你亲我的 我觉得这事吧 咱不能着急 得慢慢来 慢慢来 嗯 我助理的乒乓员 我私人都有一 我贴身那种 沈安 沈大记者 我是我的高分 女性朋友 高分 女性的朋友 高分 明白 明白 我好 好 山哥 今天牌打得还顺手吧 今天是相当地顺手 打着打着中途有人走了 要不是这会儿我还回不来呢 您再早来一会儿啊 就能遇到天宇了 这小子回来了 他查点资料 查什么资料 他查的是明文医院 医疗中心的转款民信 他查这个干什么 我想是跟陈静有关系吧 他该不会发觉什么吧 不会的 老李啊 我总是有点预感 这样吧 你跟那个陈静子打个招呼 让他拆迁的事 一定要大事化下小事化聊 不能再计划矛盾 否则没他好口子吃 好 不过我还是觉得以后 检察院这种地方应该少来 对吧 是啊 不过这次你得感谢陈静 让你近距离观察了一下检察院 是 是 是 真好 你会后悔吗 不会 怎么会后悔啊 这说明 我们作为 中国好情侣的第一次合作 什么 中国什么 中国 好搭档的第一次合作呢 对吧 我 你去 喂 可 怎么了 行 你直接去我家找我吧 好 拜拜 为什么他们没事 就老往你家跑啊 不去家去哪里找我 不是 这很正常吗 在外面 我跟你们找地儿啊 谈啊 拜托你这人思想不太那么复杂 我 我什么都没想 我只是觉得在家谈工事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他原来是我的助手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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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拆先户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你 帮你到底 不管怎么样了 谢谢 好的 我也替他们 谢谢你 我走了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送你给你当个司机也可以啊 我可行不了这么贵的司机啊 陈静啊 山哥按着你的要求支付了拆迁费 足够安排拆迁户了 他说 你要大事化小小事化量 可不要贪心哦 我陈静 一向视金钱为粪土 让乔总 不用担心 有那么严重吗 没那么严重 嘟嘟囔囔耍耍了 放了 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不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谁 我呀 我 我哪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 你查公司的账了吧 听黎叔说的是吧 是不是发现 沉浸的账上有问题啊 您也知道 什么事能瞒住你爸呀 那 儿子 不必究竟 我告诉你 在一个大的集团公司 你查任何人的账 都可能有问题 这很正常 你记住 你得给人家留一定的空间 否则你怎么能留住人才啊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没那么严重 那倒也不是 你看 该地方的地方 还是要地方 阿宇啊 以后在公司工作 要学会 前思后利 不要太莽撞 多想想 知道了 好 为头你到了 没有 我今天直班我也去不了你那儿了 那没事 你直接在电话里跟我讲吧 我已经把那个照片视频呀 都传到网上了 明天保准把沉浸炒得比明星还火 你就怕齐社长发飙啊 放心 谁能证明是我发的 对了 安剑 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想把这段视频 直接发给检察院 再加上之前 乔天宇给我的证据 我想这次成绩 应该很难翻身了 行了 先这样啊 喂 妈 怎么了 好 那我马上回来 看来这孩子没这么处 来 怎样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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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惊一场 对 也就是虚惊吧 这倒是让我详细一件事来 什么事啊 你说那个高跟女孩 她是干什么的 家里什么背景 咱们天宇啊 你表人才 女孩子围着她转 那是很正常的 英雄难过 美人关哪 我就怕天宇啊 给陷得太深了 你记住 天宇的事 家庭 爱情 事业 必须我安排 您给人留点空间 别把她逼急了 她这个脾气啊 像你 把她逼急了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前两天还问呢 你为什么不娶老婆 她问你这个 你怎么回答 眼高呗 行 这倒说得对 妈 回来了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干吗呀 你没事就不能回来了 来 回来了 吃吃习惯 交给这儿有感情 妈 妈 就是呀 跟你最亲密的人啊 都在这儿了 我是没事啊 过来多汇报报情况 知道吗 让我们多了解了解你 是吧 妈 要不我们也不放心哪 就是 不对呀 你们俩今天 这一唱一合 配合得挺好的呀 我怎么觉得 给我弄了一红门宴呢 小妹啊 小妹什么呀 谈恋爱呀 谈恋爱 妈 你又拿毛用了 是谁 叫什么 是谁 叫什么 快说 别笑话 你是吗 你俩还真的想记事啊 干吗呀 这么着急 把我家住去是不是 还是在家看着我碍眼了 是不是 我就说呀 这个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 小安 你每天这么风风火火的 像个爷们似的 将来怎么相赴教子啊 就是 你再不找啊 好男人就让人家抢光了 等你年龄大了 在家里和我们大眼对小眼的 到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啊 可就晚了 咱们俩也相差不了几岁 我这小外甥都要给你生出来了 我那个妹夫 我连眼都看不见 你这样对得起咱妈 对得起你姐 对得起你外甥吗 你俩是不是在家里面太闲了 还是只希望制度给撑着了 我的事不重要啊 怎么不重要 妈 你说说 咱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就要迎接 我的小外甥的出生啊 生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 他要上哪个药儿园 上哪个小学 哪个中学 哪个大学 哇塞 我们会很忙呢 最重要的事 您的女儿长得冒昧的文化 想找男朋友 戳 一装一大宝 真的 你有男朋友吗 有啊 在他老妈肚子里 怎么说话呢 严肃一点 我们真的很关心你这件事 是啊 小外 你给我老实交代 那天跟你上海边的男人是谁 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的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呢 行 乖 我也是吃完了 现在要准备走啊 坐下 你孩子 妈 能不能我不要每次回来之后 你都像审犯人 你要审我 你要真那么着急 要不把电话给你 你直接问他 问他愿不愿意嫁给我 愿意的话呢 我就收他做一小气 多没剩下 小安 我跟你说啊 咱们对门教授的儿子 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刘晓当老师了 长得高高大大的 满帅的 是 找时间 你们见一面好不好 别要时间了 不是在对门吗 我开了门不就看见了吗 我是说呀 将来是在咱们家见哪 还是出去看个电影 吃个饭什么的 我跟你们约一下啊 妈 我觉得还是先约在咱们家 让她们先熟悉熟悉 让她们自如活动 你觉得呢 也好 姐 你妹妹我是事业性的女性了 我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 怎么可以让儿女私敬 牵犯我的步伐呢 你懂得呀 懂懂 小安哪 你知道楼上的张阿姨吗 痴呆了 如果你妈 我这个年龄了痴呆了 你再找男朋友 我也不认得 我赔赔赔赔赔 妈 你那么移民 怎么会多痴呆呢 就是啊 不能随便乱说啊 你们的张阿姨不灵力吗 你们的张阿姨不热情吗 痴呆了 什么都不认识了 安门 我问问您啊 这张阿姨她得病之前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真兆 这个倒还没有 就是啊 反应慢了 寄东西也没这么快了 我想了年龄大了 这也是正常的 有一天哪 她跟她老伴吵了一架 这一吵不要紧 痴呆了 谁都不认识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一块儿多少年了 我可心疼了 命苦啊 我认识周董事实上 肯定是有很大刺激 你刀的什么呀 没什么 我是给你敲警钟啊 你早点把个人的事解决了 行喽 我不就不这么操心了吗 您千万别操心了 来来来 吃个瓜啊 来 吃瓜 行了行了 别安慰我了啊 吃吧 您就 您又吃了 肉麻死了 赶紧吃吧 这是吃 虽然 今天 无限年龄 不限性别 凡是你热爱wer 继晓签手都可以讲话 pregnancy Isaac 他妈植抓自己 回来 快 睡觉 我 Perry 你 Found 看break 你看 你怎么不商量一下就把陈静给告了 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吗 搞不好会把你爸 还有整个洪洲集团圈给牵连进去 姐 做错事的是陈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事情如果向你想赠简单就好了 陈静的钱是谁给的 二叔知道吗 天宇 你跟我说实话 谁让你这么做的 不可能 真的 不可能 我太了解你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会商量都不商量就擅自做主的 是不是昨天在海边那个女孩让你这么做的 没有 没有 真的是我 姐 我自己做的 她跟人家没关系 她是干嘛的 你了解吗 三海日报记者 还有呢 还有 她很有正义感 我的傻弟弟 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有的人外表很单纯 内心却很肮脏 你知道吗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保证 骗子如果一开始就让你看出来了 她还怎么骗人 小姐你别说了 你每次这么一说完以后我都特别扭啊 别人想让我干什么事 如果我不愿意干的话 这事我死活都不会做 如果别人一定拦着我 不让我干这个事 这事我还偏想干的话 我还就做定了 我就这么迷人 没关系 任何错 任何责任我担着 我爸说我我来 行了吧 就这样了 再见 不可以 你要是不想在你爸心口插刀的话 就不要承认 如果让他知道他最信任的人骗了他 他会怎么办 天宇 这个世界不像你想得那么单纯 那么美好 害人之心不可以 但是防人之心一定有你 处理了你 你 这件事情不会和你家有关系吗 你不怕他狗急的跳墙 牵扯到你家负的是你爸的 难道我给他付的钱 还不过安置那些拆迁户的吗 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呢 只有在哪里 你的蜂事在哪儿 帮我 从生活在哪里 还是查户口呢 闪哥 咱们还有女朋友 还能不告诉你吗 关键是我这么大了人了 还找人看着我 对吧 黎叔 能不能有点隐私权 有隐私权我不干涉 唯有你的婚姻大事 必须我把关 没问题 爸 我一定拼尽全力 要给您找一个 美丽切大方 端庄得体 绝对温文尔雅 并且非常孝顺的儿媳妇 放心 爸 好吗 那好 那好 我倒觉得这个标准 苏珊比较合适 什么 爸 苏珊呢 那多可爱 挺玩的 我的 天宇 苏珊的孩子挺好的 善良 漂亮 大方 可怜 而且对你还是一往情深 天宇 天宇 择日 把你们定会给办了 我不同意 我都说好几次了 怎么可能呢 爸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这是由不得你 第二个呢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怎么为我好 我觉得是为你自己好 把我的幸福打在了你的事业 没错吧 我为什么一生要和一个我不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呢 我的事业 对啊 我的事业还不是你的事业 以后都不是你的吗 咱们不说这个 咱们吃饭 咱们吃饭啊 吃饭还涨班的啊 如果你要再跟我说这个事的话 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你咱们吃饭 我吃好了 拿这个 你瞧瞧 你瞧瞧 这脾气像你吧 都是你惯的 不吃了 小孙 忙着呢 来了 总编辑让我取点东西 哎 喂 《三海日报》 你问沈安哪 这个人工作热情很高 就是好处风头 也能瞧点头条 但是总给我们报社惹麻烦 那他是不是对于刑事方面的新闻挺感兴趣的 是啊 他是公安世家 上的又是刑警学院 对 按说到我们报社不太对考 最近他已经离开我们报社了 您是 我是洪州集团的部门经理 因为他要到我们这儿应聘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此人危险 我劝你啊 慎用为好 谢谢 身份 你 安姐要去洪州集团硬聘 安姐要去洪州集团硬聘 让一让 让一让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啊 你是不是会跟他自己拆打金单 你是不是掏握了基金会的钱呢 要这个月楼是你发现哪个 我跟你们说 这都是谣言 这对我的污蔑 好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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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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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你怎么来了 什么呀 看到没 陈静上头条了 行啊你 一夜之间把陈静给炒火了 我看你现在可以改行当经纪人了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陈静的脸色有多难看 她律师刚才打电话来 说怀疑是你做的要起诉你 被汤总给撅回去了 还好我被停止了 要不然投入跟报社又得造样 安姐 这都是我惹的货 我本来想出个风头 没想到风都吹你那儿了 所以这次啊 我带了咱们报社最好的相机 把陈静拍回原型 我看行 让陈静帮你上一次头条 安姐 你是不是去红州集团应聘了 红州集团 怎么可能啊 怎么了 我又被他们盯上了 乔天远给报社打电话了 我觉得 可能是在调查 陈静的第一手资料 是乔天宇给我的 估计她现在后悔 怀疑起我了 行 我就让她查了够 做得不错 继续加油 行等电话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小沈 小记者 我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个 房租的事你考虑好了没有 姐是这样的 您的租金一下涨了七百 是不是涨得有点太快了 你不知道 我对外收的都有三千 很多人都在抢着租我的房子的 你要是不租的话 我就租给别人了 不是 欣姐 不要说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租就是这个价格 今天必须给我打付 这样 那我知道了 那我就不耽误您做生意了 您能不能给我两天的时间 让我找一下夏假 好了 那就快点吧 不就是没钱吗 什么打不上头 老公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钱 钱 我装钱干什么 三家还有箱子吗 还有三个在储物间里 拿钱 可是都装着东西呢 让你拿去拿 怎么这么啰嗦 你还愣着干吗 把箱子盖上 盖箱子 盖箱子 拿过来呢 拿过来呢 两个小姐 放女儿呢 急于思想 放你妈妈那儿 我妈那里 你就不怕我那儿 赌棍弟弟给偷跑了 之前让你给我妈一点 你都舍不得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 一箱一箱地往那儿搬 听着 都给我出事了 这些钱 一定给女儿捣住了 老公 你出什么事 你跟我说你出什么事啊 老公 土豪啊 土到没朋友 那么多现金支付 这得多沉哪 陈静这回是玩火自焚吧 你说这么丝密的照片 到底是谁拍的呀 不过沈安姐吧 你对沈安那个人怎么看 不错 不然你对他也不会一见倾心 对不对 对 我再问一遍啊 非常认真严肃地回答 你觉得沈安这个人怎么样 你就从他的 报道跟作风来看 他肯定是一个 很有正义感的人 对吧 不为强权 为民情命 勇于代表弱者的利益 使金钱全力为分头 人品肯定没问题啊 我把沈静给拒报了 你觉得会不会牵领我爸 沈静他贪婪成心 这跟老爷子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 你说 沈静是在帮老爷子做事 如果老爷子想要脱离甘心 也不是完全有可能的 老公 老公 我们会不会被抓起来呀 沈静 来 说出事就出事了吧 没想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该来就来了 挡不住的 阿宇呢 去公司了 下边让他早点回来 你们从这下车铺出去 这样目标小 出去之后先找到女儿 然后带着钱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 那你呢 我哪都不去 等你们安全到了之后 我再考虑行动 你来找我们 恐怕不行 那我也不走 听着 我目标太大 都在盯着我 如果非要我们三个人绑在一起 哪儿谁都走得掉 可是 现在只是舆论对我不利 还没有到全盘失控的程度 只要我动作快 还来得及翻盘 真的 只要你和女儿没事 把钱都保住了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没时间了 赶快行动吧 好 姐 进来 你找我 黎叔来电话了 让你下了班马上回家 是不是因为陈婧的事 你知道了 嗯 看看吧 都互联网的时代了 报纸都已经慢了半拍了 我在网上早就预览过了 五天盖地全是沉浸的光辉寂寞 行了 还不当回事呢 我问你 这是不是又是那个记者搞的鬼 我说是不是又是那个记者搞的鬼 对 可能 我哪说 这人直面不知心呢 要是真是她 这个女孩就太不简单了 为什么呢 姐 我就神经活该啊 你看到那个纸醉筋迷的样子 奢侈的生活 虚荣的态度 能做能带的典型 我认为没有问题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 回去怎么面对你爸 你别犯傻啊 这种事情打死都不能承认 姐 这种事情打死都不能承认 姐 这个 你觉得我爸和公司 会不会上到签名 知道害怕了 但愿这个沉浸 不会枸杞跳墙乱咬人 要是咬了呢 咬你 那咬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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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